我知道我自己的魅力无法挡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们会喜欢我 喜欢到这个程度 姐 我说偶像不是你的 呦 UV是学校所有女生的偶像 她不但人长得帅 功课又好 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而且还会拉小提琴和幻化 简直是多才多艺 文武双全 所以大家都给了她一个外号 叫做Superman 那是我们节省武器 和女生一起 女生喜欢的是她 那男生呢 心语就是全校男生的偶像 人长得漂亮 功课又好 而且心地十分善良 她还是合唱团的主席 学校的才女 懂得演奏许多乐器 歌声也很动听 没有一个人听她唱歌后 不讨罪的 难怪一个两个正心恐后 要参加短片比赛 原来是为了他们两个 顾老师 什么事啊 这是拍摄短片的计划书 你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我商量 虽然主题是下人生活 你也不需要连学校的宣言 连校歌校规都放进去吧 还要介绍校服和校灰的由来 这么闷的东西啊 谁要看啊 这个是介绍学校的短片 校歌校服 校灰和校灰都是必须的 因为他们都代表学校的精神 那你为什么要拍图书馆 还有电脑室呢 这些都是学校最新的设施 厕所也刚刚专书过 也很新啊 那干脆连厕所也拍吧 我们拍的是校园生活 压的是新春活泼 不是历史纪录片啊 你这样做呢 是抓不到feel的 我还是觉得 我的计划书根本就没有问题 那么故障还说没问题啊 你还是拿回去反省反省吧 希望郭老师对我的计划书不满意 我看你还是自己写计划书好了 好啊 我相信我的计划书呢 肯定会比你的好一百倍 当然啦 郭老师样样都比别人强 连记恨呢都比别人深 记恨 啊 对对对 我是记恨啊 要不是你弄脏我的衣服 我的事情怎么会失败 还有啊 第一天我来学校的时候 你还用篮球打我 害我做了几天的熊猫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个是意外 而且呢 我也道歉啦 看来呢 我们是不能合作了 好啊 那是你说的啊 你去拍你的催眠片 我拍我的校园青春片 好啊 那就希望最好的短片呢 可以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你是说我的短片啊 谢谢你啊 妈的啊 我回来了 孩子 不用怕 加油 妈的啊 你在说什么 人家说你的计划是不好 不用管他 敢敢跟他比 那个什么郭瑶瑶 只不过是个代课老师 又什么了不起 我说不合作更好啊 你可以自我表现 突出你的才华 我真的是服了玉琳啊 学校刚发生的事 他那么快就打电话告诉你的 不是打电话 是一字一句 亲口告诉我的 表哥 你回来了 出水芙蓉 真好看 讨厌 你怎么在我家洗头啊 这是我家啊 你的家 我已经有房间租给玉琳了 以后你们两个叫互相关照 妈的啊 这样不太好吧 为什么不好 家里有我跟玉琳 一老一少地照顾你 这是你的福气啊 以后人家好好的照顾人家 妈咪两个一妈 表哥 以后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 一起上学 一起回家 以后啊 我就可以帮表姨妈 做饭给你吃 给你聊天 看电视 哇 真的是太幸福美满了 你们有没有闻到 什么味道 我的鱼啊 完了完了 红烧鱼变黑胶了 难道我的计划书 真的那么没有创意 当然不会啦 我几时进来的 怎么不敲门 我敲了 是你太专心 没有听到嘛 表哥啊 你的计划书写得很好啊 不但很详细 而且很有深度 你看过 我看过啦 抓你冲凉的时候 你偷看啊 我去 不要乱等啦 等一下表姨妈 还以为我偷看你冲凉呢 我拜托你 你以后不要随便 翻我东西好不好 好啦 人家只是关心你 为你打抱不平 想帮你嘛 表哥有难 我这个青梅竹马的表妹 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那个郭老师 不帮你就算了 还有我 我让你拆解 真的不必啦 那些学生会帮我 哎呀 那些学生懂什么嘛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一个人 跟你一起讨论 跟你一起策划的啊 表哥 不如明天我们一起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 真的不必啦 拍摄的时间也只不过是两三天而已 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觉得有我在还是会比较好的 再说吧 哦 我累了 我想睡觉 晚安 喂 表哥 妈 表哥 我没说完啦 拜拜 明天见啊 明天见 你已经在开备哦 知道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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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